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开完演唱会67岁的演唱会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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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老了还是更 可以 您现在特别像那种名画里走出来的人 像那种名画里走出来的人 我觉得我77头发也不至于白成这样 但是发量其实很够就很棒 我这节目组已经很靠谱了 没给咱们准备那种 就这头发已经吸到就是那种感觉 那你对自己的造型满意吗 不满意啊 谁愿意变老对不对 我希望我们的造型老师 能把我还成王一波 这才是我的愿吧 韩哥您都已经200多年了吧 这是没有 70多岁了 70多 我还行 你看这哥我怎么老了还这么好看 你这哥 老年纪比还起来 辈老 辈爽真的辈老 是是我看看您 您这个我二十代千年小同弟了 头里变天下了 已经像月球录节目了 月球录节目 李昂连 你如果真的67岁 你觉得你会干嘛 我67岁我 我会干嘛 我就 我呆着呗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写完之后 我特别感动 如果我能到67岁 还能去演出 还能有人来 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 我到67岁还能引起全场大合唱 这个简直像梦一样 过了30年还有这样的生活 我简直太幸福了 反正我希望我能写到老 67岁下面有77岁老头在下头看呢 对 这帮老哥们老头了 对对 一堆就陪伴好多年的 不过你这个还好 现在好多00后10后都喜欢听你的歌 你就得保持状态 我见尽其言 一定保持状态的 我们现在等下一波呗 一波应该是那种 来了 来了 我觉得不像 那你觉得你30年后 应该是什么样子吗 可能是我爸年轻时候的样子吧 床上面我觉得 画得比我爸老了 哈哈这哪老 你就什么呀 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你没变化呀 你看我俩都 哇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太白了 太白了还行 我看看你的写什么 我说信了 您那时候是干嘛了啊 全宇宙50岁以上 最决定是男人吗 那还这样的啊 怎么可能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厉害 就太夸张了这个 你觉得哪个最夸张的你呢 你就非来让我念出来吗 对吧 你套我的话 让我念出来 你就再套我的话 给你看吧 积极享用国家三胎好招 成为三个孩子 你你有没有想过 三个 两个吧 三个太多了 但反正得有一个儿子 跟我玩啊 我要培养他摩托车滑雪滑板 可恶 大老师其实也没什么 这么说起来 韩哥怎么这么大呢 我就是把就是白主要是 对 韩哥但这个 还是挺酷的 哎对 韩哥其实这身要穿一个那种皮衣 对 一看您应该就是那种 会开哈雷会吹口琴 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起过这种范 对 还挺硬朗的那种 你害怕老吗 害怕也没用就怕他干嘛呢 就是以前只是觉得就是老了 好像是跟不上什么时代一样 因为时代现在快到谁都跟不上 所以也就也就无所谓了啊 跟不上的这一拨人有 跟不上这拨人的时代 对 一拨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什么老不老这事吧 没想过 其实目前还觉得还有点远了 想老老了之后的事 我当年轻的时候都想过 我其实特别期待我六七十岁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也没有单位要上班了 对 孩子也都长大了 身体还行 这么多年也交了几个朋友 你还裹上那种家庭生活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自由 好 王老师 您终于来了 哈喽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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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君要辛苦你了 嘿嘿嘿 巴菲特 叫伊波哥哥 帅啊 巴比克 巴菲特 巴菲特 今天呢 一只狗一个崽子啊 就交给你了啊 哇 这也太小了吧 这个摩托车 你才知道吗 要负责任的啊 他已经每天在那里 欺赏我新来的小摩托 你先找一下崽子在哪吧 他已经嗖嗖地躲起来了 哇 卷卷 哈哈 在哪 在哪呢 純君 颜君 窗帘后面是不是 是不是窗帘后面 找到了 找到了 好 好 哈喽 叮叮叮叮 怎么了 都怪你 都怪我啊 为什么 你们是怎么没有声音就找到 你应该躲在这里啊 他第一个就进了这个房间 妈妈等会要走了 你就跟一波哥在玩一天好不好 如果他出汗了的话 你就要跟他换衣服 衣服都放在这里了 啊 就大概半个小时的时候就盯住他喝水 饭怎么办 饭饭饭 你就搞面食好了 不会做 不会做 你就看着办吧 怎么办嘛 怎么办嘛 如油拌面嘛 怎么料 怎么放呢 怎么放 手放啊 这放多少呢 随你好吗 还有狗狗 还没有遛的 来不及遛的 遛他牵绳子 捡爸爸的袋子在这里 好 我走了 一波老师 坐 阿比特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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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玩什么呀 卷卷 带我参观 参观你家呗 你跟我进来呗 李雨雨 我 我的帅防 在你房间啊 这是你的奖装啊 这是你的奖装啊 对啊 对啊 哇哦 哇哦 我帅 我帅你 我帅你 都行 这个我不会啊怎么办 没事 按这个我先教你 来你教我 这样就会加快速度 这样就是放 好 一二三 我赢了 我赢了 是吧 是不是我赢了 嗯 再来一次 玩别的呗 玩什么 丢沙包啊 怎么丢啊 我教你 如果打到你身上的话 我就赌了一分 你接住了你也算一分 好 我砸你吗 不要太用力了 我可以赌 可以赌啊 你也可以赌 随便你 接着就赌 好 哎呀 接住了 一分 嗯 那我有一分会怎么样的 一分就一分呗 嗯 我要 熊了 来 打到了 哎 就接住了 这五个就接住了嘛 也就这么高 哎 接住了 我 哎 哎 哎 接住了 哎哎哎 又接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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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又不是分比较多了 哎又找到你了 什么 你知道这个是啥吗 不知道哎 这个叫动物意志奇 我们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走 好 石头剪刀布 好你赢了你先 那我算了 先吃吧 那我就把它吃掉了 那我就把它吃掉了 啊 做错了 那这个我可以上对不对 嗯 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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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出了吧 走 走 走 你知道这个飞镖怎么玩吗 我知道呀 我很厉害 哦 赢了 好 五子齐好不好 五子齐好不好 输了 输完就输了 哎呀还有什么玩呢 哎呀呀 好好好 很好 好好好 他已经每天在那里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摩托车 这个看一下 摩托车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是你送我的 那你怎么不知道 我没骑过这种小的 你快一点 打不着 你去学过摩托车 还拿过冠军吗 这都不知道 这都不知道 我们那个是电动 是可以直接 直接打火的 这个要自己拉 看着是不是油太少了 简真 你知道有机油吗 我只有吃的精油 我有一点饿了 饿了 嗯 等我给你做饭吃 我给你做饭吃 简真你知道怎么做饭吗 嗯 你会做饭吗 嗯 猪油拌粉孙 奶一点 炒面简单一点 我不会炒面的 猪油拌面应该是 是这个吧 我试试看呗 我要先烧水对不对 你做过饭吗 你做过饭吗 我没做过饭呗 你别说 你还胖吗 可以下了吧应该 筷子在哪 筷子在这里面 你应该不用这样 它就不会坨在一起了 嗯 放点水才就不会丢去 可以丢就是 我要放完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嗯 没事 没事 面应该熟了吧 应该熟了吧 我先把面盛出来 盛出来 猪油还要煮一下 然后再放在里面 要煮吗 嗯 猪油还要煮一下 然后再放在里面 要煮吗 嗯 你妈妈说不用煮啊 好像是要煮啊 她说不用煮啊 嗯 不用煮 要煮 嗯 你先按我的这个方法 吃一下吧 放水里面煮 不用在水里 就放在里面就煮了 你放在里面煮吗 不要太大一坨 就是这个样子就行了 如果失败了 没事 下次就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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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然后再倒在这里面吧 再放一点生抽 放一点的浆油 放一点的浆油 能改就好了吧 我感觉盐有点生 倒进去 倒进去 嗯 倒进去就行 你家里有蒜吗 蒜 嗯 你吃蒜 对啊 没有 吃点咸菜吧 我先尝一口看看啊 怎么样 好吃吗 嗯 嗯 好吃啊 嗯 好吃啊 我第一次做啊 一会是我告诉你的呀 哦 所以算是你做的 我们两个一起做都算 嗯 嗯 还可以啊 嗯 嗯 嗯 还可以 他以为你在这里 是像摩托 我们再试一下摩托车吧 你找到油吗 没有啊 嗯 嗯 你找到油吗 嗯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里是倒500 嗯 不行啊 不行啊 开开 你咱们 masse 拿走 面 钥 是 墓 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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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 不用 这不是你想骑的吗 我还没学会打烊车就骑了 你先坐上去试试吧 不用 是不是害怕了 对 男人怎么能害怕呢 来 我扶着你 把脚放上去 开心吗 下次你要想去赛道的话 叫我 我可以教你 我哪边 6啊 哇 �� beliefs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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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ah 噢我的滑板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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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ército 对 怎么拐弯呀 到底怎么拐弯 你要先滑起来才能拐弯 玩呀 其实我已经可以滑了 没事吧 没事 哦 不能那样这样那样这样危险 要把脚分开这样你看 比如说你前脚先滑嘛 前脚滑完之后把后脚放在板尾 然后把脚横过来这样安全 先这样竖着站 然后放到前面一点 对 对 这里然后往前滑 上脚 对 来 拉住 正好 把身体横过来 往左压往左压 往右边压 对 来 往后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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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这个这么酷的 一直守着自己的包 等新款的是吧 然后等着下一刻新款 一开门就紧紧 没有没有 想第一手的 小姑娘在算账的 今天早上买的萝卜 找钱找够了嘛 是 是 是 我们能看看你包里有什么吗 萌萌给我们看看你的兜里面有什么好吗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或是一个 女孩子果然包治百病 你看 还有一个糖 还有苹果 还有苹果 苹果 我们的萌萌特别注意膳食 嗯 对对对 还有一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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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来 萌萌 还是你拿着吧 萌萌叫什么名字呀 其实我已经习惯他这种状态了 因为在后台我跟他说了大概100句话 他一句都没回我 你跟他聊包啊 但是萌萌现在这样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哦 但是他有一个经典的造型 我相信大家都见过 哦 那就是在幼儿园小朋友的化妆舞会上有一个无脸男的造型 大家还记得吗 哇 刷爆了朋友圈当时 今年又扮成了什么呢 萌萌 萌萌萌 萌萌萌说我 我比较喜欢新与新的交流 哈哈哈 照片里面一直在跟你身边的是萌萌的妹妹 叫什么呀 妹妹叫什么呀萌萌 她叫什么呀萌萌 那是个法国人是吧 没有 脸长得一模一样 好 第一个 菲伟 第二个 捧花 第三个 反捧花 第四个 正捧花 第五个 笔心 好 即兴舞蹈 来 预备 音乐曲 第一个 相遇沸腾了 我们评委席沸腾了 对 他跳的没有那种 小朋友的那种软软 是男孩的那种 硬朗的感觉 好棒 拜拜